映竹他身上的這一件 其實是一個法國品牌的內衣 他強調的是可以 穿出去 你看 他這個肩帶旁邊的是一片蕾絲 在罩杯上的蕾絲 跟他的洋裝的蕾絲是不是 很呼應 對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背後 巴黎鐵塔的美背式 美背設計 好美 看這一件 好美 這蕾絲好漂亮 這有片我的尺寸嗎 你看他的蕾絲 老師 我們很尺寸 老師 你小胸部可以穿的吧 對 這個是小胸部可以穿的 好酸 然後他這一件你看他的背後 好美 全部是蕾絲 我跟你講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 後面扯這種攜帶子的 包圍著妳 沒有辦法 沒有支撐 對 胸部越大 只要胸部超過低罩杯的 這種肩帶太細都會形成一種 怎麼樣 拼開 所以只有我可以穿 對 你看這個 它還有白色 這好夏天 好美 好漂亮 然後它這個系列比較特別是 它雖然也是法國的品牌 但是它這個系列 因為它針對是比較年輕女性 現在很多年輕女生 它還是會有機能性的需求 所以它這個系列裡面做的這個 你可以換裡面的墊子 或者是你看像 好漂亮 我如果跟難道 我一定每天穿這樣怎麼死 你看 他們這個品牌 它今年都用這一種 可露式的 罩杯的設計 我們也好想穿可露式 就是你不會看到 就是一塊罩杯 對啊 你不會看到一塊罩杯 它等於如果說我穿襯衫 穿T恤 剛好就在那個襯衫 那個邊邊扣子這樣 那種絲直的有沒有 襯衫 然後就這樣 露出這樣子一片的時候 我跟你講 男生不用看你的乳溝 他光看那個呼吸的弧度就好 好漂亮 可以外穿的內衣 搭配洋裝毫無違和感 露出來的蕾絲邊 增添更多性感 男生怎麼受得了